看小智那個手勢 我都知道你要放給我了 進來這招 我就知道 小智你要放給我了 今天你要放給我 我看一下 你可以啊 你要放給我 有 50 20 槓上 另外 槓上 這把讓我心跳加速 怎麼辦怎麼辦 這把要逆轉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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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這樣不敢喊 我這不是怕嗎 我這不是怕嗎 9萬 10 0 3萬 3萬 9 9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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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亮了 哇連亮耶 眼燈就壞了 這什麼 超難碰到的 眼燈就壞了 超難碰到的東西 四手 來 三花蹦蹦糊裝 第二台 沒有錯 全部都給給我的 鳥姐 黃詩恩問說 請問打牌的時候 先丟牌正門牌是可以的嗎 沒有沒有的話 昨天跟朋友打牌發生一個情況 我們拍劇剛開始第一手 我手裡有兩張西風對他打一張西風 我沒看到我現在跟他打西風 丟了一張三萬 準備要碰 在丟出去的時候 八天海底有兩張西 因為才第一手 一定要連著打 所以我不能碰 所以我只去摸了一張牌 沒有要摸到花 然後上次就說這樣算像功 因為我自己以前 碰到的情況是沒摸到花 就沒事 不知道是不是沒摸到花就沒事 還是以前我打開松了 先捨牌再摸牌呢 這個動作是台灣牌 大家為了要增加這個遊戲的順暢度 所以呢 可以容許這樣的規則 如果你被這個說不算 或是說要包 說要像功等等的話呢 那就表示這個場其實有一點點 這個嚴謹嘛 還是建議你就是摸了再打 這樣子就不會有任何的爭議了 但是我們自己在打的時候 我們也是認為 先捨牌再摸牌 如果沒有摸到花的話 那就沒有像功 好 有任何問題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會在下一次的疑難牌解構 是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吧